一部气势磅礴的《开国英雄传》 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让人如痴如醉 百读不厌的经典故事令人回味一生 一生必读的中国十大名著《隋唐演义》 朗读多妈 第十一集 云昭血战南阳城 杨广本是个好色之徒 当日为了谋取太子之位 故意装出一副不敬女色的样子 果然门骗了杨坚当上了太子 一谋得逞后杨广便原形毕露 整日花天酒地无所不为 杨坚得知大动肝火 不及日病倒在床 这日杨广正与前往父皇宫中 谈看病情 呼见妃子陈夫人远远走来 杨广见陈夫人举止显雅 相貌端庄 便动了色心 她上前牵住陈夫人的衣袖 欲行无礼之事 陈夫人惊慌失措 拼命挣扎 二人正在拉拉扯扯之时 呼闻杨坚找见陈夫人 陈夫人这才挣脱 慌慌张张来到杨坚寝宫中 杨坚见陈夫人衣衫布阵 便问她为何缘故 陈夫人气不成声地 讲述了杨广的无礼行为 杨坚大怒 急找两位亲信大臣 要与他们商议 废去杨广的太子之位 杨广得知此事大惊失色 盲召权臣 宇文旭 张恒 杨素 商量对策 删问权臣 建议杨广把杨坚杀了 自立皇位 杨广点头赞同 派杨素 假传圣旨 将杨坚的两位亲信大臣 调往云南 又派张恒 潜入杨坚寝宫 支走所有的四重 将杨坚秘密杀害了 杨坚一死 杨广便自立为隋杨大帝 并将宇文去 张恒 杨素等奸臣 提拔为众臣 朝中与杨广素来不和的那些官员 都被杨广以各种理由 杀害的杀害 贬值的贬值 其中 有一个大臣武建章 因不肯给杨广写继位的诏书 便被杨广满门抄斩 只有一个马夫 吴宝 死里逃生 英文武建章之子武云 找为南阳镇守将军 杨广未除后患 便分朝中武将韩秦虎为大元帅 令他领军六十万攻打南阳 韩秦虎与武建章本是至交 见杨广拆自己去攻打武云昭 心中自然不乐意 无奈甚至以下 只得领兵赶往南阳 此时武云昭并不知父亲已被杀害 这日见天际晴朗 武云昭便率领一队士兵 去郊外打练 到了一座山头 呼闻一阵狂风呼啸 煞事之间 从密林中跳出两只门虎 武云昭搭弓取剑 郑欲向门虎射去 胡建路边 跳出一个虎背熊样的大汉 静止向门虎扑去 那大汉 到了门虎跟前 咆哮一声 举一拳找一只虎的头部打去 只听扑的一声 那只虎的鼻内竟流出血来 大汉用手擒住那只虎 静止往山下扔去 又几一拳 打死了另一只老虎 武云昭见这名大汉如此威武 心中十分敬佩 便上前作了一个医道 敢问仁兄是哪里人士 如此神勇 那大汉还礼道 小人乃南山 雄阔海 因家中贫困 无计营身 现在南山落草 武云昭 闻言 盲问道 本帅见你双拳打死二虎 定是一个英雄豪杰 本帅欲为你竞表 当今圣上 分你一官半职 不知你意下如何 雄阔海听说 连忙败谢 武云昭大喜道 既然如此 本帅今日就与你 皆为生死兄弟 雄阔海应允 两人结拜了生死兄弟 武云昭又道 你回山中守候 带哥哥回到南洋 修本禁朝 一切办妥后 再与你相见 雄阔海连忙吞谢 二人告辞 各自回家 武云昭回到府中 正欲稍事休息 胡见家丁上前报道 丙元帅 都中太师爷 拆官 武保求见 武云昭听说 忙令家丁 请武保进来 武保进了府内 拜了几拜 扶在地上 气不成声地说 丙老爷 太爷一家老小 均被那昏君阳广给 给陷害了 武云昭听罢此言 惊得半想 没有言语 隔了一会儿 方失声痛哭 武保见状 忙过来劝解 见武云昭大哭不止 武保指的说道 老爷还是节哀顺变吧 此时不是伤心之计 那魂君阳广 早已派了韩晴虎 领兵前来 要将老爷一家 赶尽杀绝呀 武云昭听了此言 指得擦干眼泪 强忍悲痛 与众家将 商议御敌之计 此时 韩晴虎已率军六十万 日夜奸臣 赶往南洋 兵至麒麟关 离南洋城 尚有三十里远 韩晴虎欲腾出时间 让武云昭 做好营敌准备 便令重兵 在关外 安营扎寨 派先分 马叔谋 前往关前查看 马叔谋来到麒麟关前 只见城头上挂起一面白旗 上面写着 忠孝王 武云昭 与父报仇 马叔谋 见状 大吃一惊 忙赶马回营 将此事 禀报韩晴虎 韩晴虎道 哪一位将军前去讨战 话音刚落 只见副将雷鸣 出来禀报 萧将愿亡 韩晴虎道 小心前去 雷鸣得令 一马来到关下 大喊大叫 麒麟关首将司马超 带领重将 放炮出关 雷鸣一见司马超 大叫道 青脸贼 你是何人 司马超贺道 我乃武元帅 撞下 麒麟关总兵 司马超 前来取你性命 雷鸣一听大怒 策马向前 举起方天画脊 刺向司马超 司马超举起 手中筋刀 劈面打去 二人站不到几个回合 雷鸣招架不住 回马便逃 司马超 撇开雷鸣的画脊 一刀 把雷鸣劈作两半 韩晴虎闻报 雷鸣被杀 大吃一惊 莽问 哪一位将军前去 再去逃战 见先分马叔谋 出来禀报 小将愿望 韩晴虎应允 马叔谋 提枪上马 来到阵前 大叫 反贼 你是朝廷命官 还不快快卸驾投降 司马超文言 大怒道 休要胡说 带老子来取你性命 说完 劈面一刀砍来 马叔谋 用枪一架 辅又一枪刺过来 司马超 轮金刀相迎 二人大战四十回合 不分胜负 马叔谋 见司马超 武力强胜 料定一时之内 不能战胜 便虚晃一枪 假装败走 司马超 随后追来 马叔谋 回转身去 正欲刺向司马昭 草被司马昭一遭 砍中马腿 马叔谋 跌了下来 重兵 抢上前去 救了马叔谋 回到营中 韩秦虎 见马叔谋 败下阵来 只得亲自 来到关前讨战 司马超 见了韩秦虎 在马上打拱道 老元帅 小将有盔甲在身 只能在马上行礼了 原来司马超 曾在韩秦虎 军中为将 知道韩秦虎的厉害 韩秦虎 见司马超 称自己为元帅 忙打理道 将军 本帅奋职 征讨南洋 大兵六十万 战将千元 后队天保将军 宇文成都 不日就到 将军不如退回关中 与云昭商议 降了本帅 不然毁之晚矣 韩秦虎 是好心好意 谁知 司马超不解其意 反而破口大骂 韩秦虎大怒 举枪刺来 司马超 盲用刀 架住 两人 站不上几个回合 韩秦虎一刀 砍下司马超的头颅 抢夺了麒麟关 武云昭 文之麒麟关 被抢 大吃一惊 吩咐重将 整顿盔甲 准备交战 次日 韩秦虎身杖 派四水关 总兵 河伦 出城应战 武云昭 文豹 亲自策马 出城 二人颜味几何 河伦走马上前 举起手中 喧花斧 披面砍来 武云昭 把枪一架 叮当一声 震得河伦 双手发麻 虎口流血 河伦大惊 震欲回马逃走 早被武云昭 一枪刺中喉咙 韩秦虎得知 又随一将 大吃一惊 又令仙芬 马叔谋 底臣讨战 马叔谋 招来十六元大将 吩咐道 你们带领三千人马 埋伏在长平岗左右 右命四元将领 埋伏在城外不远处 见机杀出 众将领命 各自前去 马叔谋 提枪上马 直抵关前 武云昭文豹 出城应战 二人枪来建党 战至几个回合 马叔谋 见招架不住 回马逃走 武云昭 追至城外 忽有四元大将杀出 武云昭 举枪刺去 四将相继倒下 武云昭 追至长平岡 又有十六元大将冲了出来 武云昭 用青红剑乱砍 众将 都死于 剑下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多妈开讲 也可以添加微信 5642458 精彩的内容 等着你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